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咱们这段书啊 要聊的是清代京畿筑房 最大的一支筑房军 是哪呢 是热河筑军 热河这个词啊 可现在话说甩了 为什么呢 他也没这地儿 他也找不着这条河 有人说不对吧 热河泉就在这避暑山庄 小东门一直往北 不信你看见呀 那是一块大石牌子 上边明明白白刻着呢 热河两个字 当地老百姓啊 还有一句传说呢 热河泉边洗洗手 伴你好运一生走 您瞧啊 还上下句 说这泉水啊 从热河泉流出来 经城湖到如意湖 走上湖下湖 从静湖流出避暑山庄 流哪去了呀 武列河呀 这要是算起来呀 七拐八拐的 也得有一里班地 这就是热河 其实不是啊 这热河呀就是武列河 这个热河的名词呢 可比武列河要早得多 这武列河呀 又叫武列川 很早以前 这个地区还没有很多满汉人居住的时候 蒙古人就给这条河起了个名字 叫哈伦郭勒 咱们说书不抬杠 有人说呀 这句蒙语应该念作哈伦告炉 哎 总归呀 就是翻译上的问题 这汉人读蒙文 您就别较真了 不是 把这句蒙语翻译成热河呀 其实就是个执意 就是热河 冒着争气的河的意思 据季晓兰编撰的热河志记载 这热河一共有三个源头 每个源头的上游的泉水呀 都有这个温泉 西边的源头呢 叫鹦鹉川 中间的源头啊 叫牟沟川 东边的源头呢 叫投沟川 08年的时候呢 学徒我骑着摩托车去红山采风 夜速成德市 第二天早晨起来呀 捋着山道奔士风 身边呀 总有一条小河陪伴 我就发现呀 这条小河呀 时不时的就有白色的水蒸汽 蒸腾上来 当时我就想 这是不是那个古书上记载的那条热河呀 哎 您瞧没有 还真让我蒙对了 这就是热河的三个水源头之一 东源头 投沟川 刚才呀 咱们说的是热河这条河 您要对这个水系有兴趣呀 那么我推荐给您啊 看看这个季晓兰主持编撰的热河志 还有承德府志 再有呢 就是乾隆年编撰的热河考 虽然字不多 但是把这条水系呀 介绍的非常清楚 说完了水系呀 咱们再说说这热河 作为清王朝的一个行省 它的行政划分到底是多大一个区域呢 当年热河省的行政划分呢 包括现在的河北省成德地区 内蒙古的赤丰地区 通辽部分地区 辽宁的朝阳 辅新 葫芦岛市 以及现在的建昌县 所以说不用过分的介绍啊 咱们也能看得出来 这块地方的战略意义 那是相当高的 康熙皇帝自己就说 说这热河呀 左通辽审 右隐回回 北控蒙古 南至天下 那么左通辽审 北控蒙古 这些话都好理解 右隐回回是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出了热河奔西走 没有多远 就是闪干穆斯林信众的地区了 这南至天下这句话呀 也不好理解 中国古人啊 跟这个世界其他民族的古人 认同不一样 我们的世界观不一样 别的国家认为是世界的东西啊 中国人认为是天下 那么世界是圆的 那必然就没有中心 可这天下呀 它是方的 自然就有中心 中国人认为这个天下的中心在哪啊 在洛阳 这事别抬杠啊 据说古代呀 有人测量过 测量过 不管他怎么测量的了 反正古人认为啊 这热河地区以北 那就是蒙古高原 那已经是极北地区了 所以说这热河往北啊 是蒙古地区 再往南的呢 就是整个天下 其实清朝统治者认为 这里是一个军事要充最重要的 还是因为这儿啊 能够系通三面蒙古 到了康熙之后啊 像什么查哈尔部啊 和墨西蒙古 起兵叛乱清廷 这个地方的军事意义啊 就更显得重要了 康熙42年 那会儿的大清国呀 已经进入了鼎盛时期 基本上天下已经安定了 康熙皇帝就决定啊 在热河建立一座行宫 开始的时候啊 他也不叫毕树山庄 他叫热河行宫 其实啊 在热河行宫以前 在这个地方 他有一座行宫 叫什么呢 叫嘎拉河屯行宫 这座行宫啊 离这毕树山庄也不远 在这个毕树山庄西边 大概有个17里左右 现在的双轮区 这嘎拉河屯呢 也是一句盟语 嘎拉啊 是黑的意思 河屯呢 是城的意思 你要是非得给他起个汉族名字呀 您可以管那个地儿啊 叫黑城行宫 后来这康熙皇帝啊 给这热河行宫证明 亲笔提写了牌匾 叫做毕树山庄 这会儿啊 有哥们就说了 这皇上也太奢迷了 你瞧哎 在这北京西边的三山五园 那不都是皇上毕树的地儿吗 为什么还在这正北边 一定要修毕树山庄啊 有这种想法的好朋友啊 说实话啊 您这格局上略微的小了一捏捏 因为啊 这毕树山庄所承载的功能 其中这避暑功能啊 完全可以粗略不计 您就想去吧 都说呀 这满洲人啊 来自关外 他们受不了这北京夏天的暑热 所以呀 才在外边修了园子 为的是避暑 可您别忘了啊 那说的是谁呀 那说的是顺治对滚 笑装皇太后 这康熙皇帝正经八板的北京人 他出生在北京 他有什么适应不了的呀 所以说这修建秘书山庄啊 是保证皇帝说明生活的一方面 虽然这一点占的比例比较小 但是咱不能说的没有 最为重要的 还是加强与北方各少数民族的联系与团结 蒙古王宫西藏喇嘛 以及后来的新疆回部 自打秘书山庄修建以来 清代的皇帝啊 都会抽出很大一部分时间 当然在这个鼠热时期啊 居住在这秘书山庄 您看秘书山庄外边修建的外八庙 几乎都是蒙藏风格 这样呢 让蒙古王宫以及西藏活佛 看着呢就比较亲切 北京城呢面向的是天下 所以说呀 他汉族的文化氛围就比较浓郁 那么秘书山庄呢 就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 更为融合一些 在那会儿的人看来呀 蒙藏回汇 他们都处在塞外的苦寒 可是啊 哥现在说呀 那都是空气好 风景好 环境好的地方 这环境好 人口稀 所以说呀 就没有那么些乱七八糟的病菌 这在塞外呀 天花是不常见的病 所以说那会儿的少数民族 对这天花啊 也没有什么抵抗力 基本上啊 是沾染上就得病 得了病就死了 有很多时候啊 不是这西藏喇嘛 蒙古王宫对朝廷不敬 不来北京朝贺皇帝 实际上是怕来到北京之后 到了这个汉人腹地 传染上天花病毒 哎 正好这避暑山庄啊 就成了一个缓冲地带 清政府啊 把这个来朝贡的蒙古王宫 以及西藏活佛呀 分两种 一种啊叫生身的 一种叫熟身的 这熟身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没出过天花的 熟身的呢 就是出过了天花的 咱们都知道啊 这天花它是有免疫力的 得过一回就不得了 所以说呢 这熟身的王宫啊 就去北京朝见皇帝 伤身的呢 就在避暑山庄朝见皇帝 这也是为了这皇帝 和这些蒙古王宫 西藏活佛 双重的安全考虑 还有两项活动啊 也是非常重要 一个呀 就是在热和教场的阅兵 这明显就是给这帮子 少数民族的头人们 嗅鸡肉看 还有一下呢 就是木兰围场的木兰秋贤 那么这木兰围场在哪啊 木兰围场 按现在的话说啊 在成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 那儿啊 是清代的皇家猎院 这木兰围场 木兰什么意思啊 跟花木兰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一点关系也没有 这木兰啊 是句满语 少鹿的意思 木兰围场啊 就是打鹿的地方 可这块地儿都光打猎吗 不解 也练兵 除了皇上赛子狩猎之外啊 木兰围场每年 还要举行三次大规模的八旗兵丁围列 实际啊 就是八旗兵的野战军事训练 所以说 清代皇帝兴建避暑山庄 在民俗政策上 在国策上 是占主要部分的 至于这个人享乐吗 一小部分而已 哎 咱们不能光讲故事不聊正事啊 这就涉及到啊 咱们京畿住房最后一个问题了 那么这热河到底住了多少兵呢 刚才啊 咱们也交代过了 热河是清代皇帝的行宫所在地 其兵力部署呢 自然也是重中之重 设热河都统一人 邪领五人 下侠左领二十人 前锋校十人 防御二十人 萧綦校二十人 领催萧綦一千六百名 在嘎了河屯的住房点啊 还有马甲四百名 查哈尔领催马甲四千九百二十名 当然了 咱们上文书也交代过了 这查哈尔八旗啊 实际上是半木半兵 平时放木 有事的时候才是兵 要论到战斗力而言啊 他比较其他八级甲兵啊 就差了不少 在木兰围场 还驻守着领催马甲一千名 到了康熙中期 朝廷在热河兴建了避暑山庄 设总管守备 千总 分手 各行宫 在行宫里设防御八名 下辖满洲蒙古兵数百名 乾隆三年的时候 那年啊是1738年 在热河又增加住房兵两千人 这其中呢设前锋孝 前锋领催 鸟枪领催 以及马甲 其中啊 一千四百人住热河 四百人住嘎了河豚 二百人住华鱼沟 自避暑山庄兴建以来 热河驻军差不多 有万鱼八旗兵 这在京畿驻防军中 算是一个大数字了 清代基辅八旗驻军 最后一支大的驻防点 就是密云 也就是说这密云 是最后设立副都统一职的 一个驻防点 因为清朝统治者 清楚的认识到 古北口 密云一线呀 没有雄观显爱 一旦蒙古骑兵在此南下 就会长驱直入 直到京师 所以在密云家住 两千名左右的精锐部队 至此 八旗经济住房 咱们算是讲完了 精彩回幕就在明天 明天呀 咱们要好好聊聊 这直省的将军们